街上一只亲戚借钱付款 还把老爸弃进医院里 事后还想再让我给他出30万当彩礼 首先你们的婚房 就只能写我家丽丽一个人的名字 好 我答应 其次 结婚以后生下来的第一个小孩 无论男孩女孩都要跟着我们家姓蒋 这一回 养老三的脸也是彻底黑了下来 第三个条件是 二狗子跟我女儿结婚之后 每月必须给我3000块钱的生活费 一听着 羊二狗的母亲费都要气炸了 不可能 你走捞东西 监制是在做白日萌 他的儿子他自己知道 别说3000块钱了 从出生到现在那是一分钱也没有挣过 此时 蒋丽丽不耐烦地说道 3000块钱多吗 我随便一场直播都赚不止3000 此时的羊二狗已经顾不上自家爹娘的难处 丽丽 你放心吧 只要你跟我结婚 每月3000块钱一分也不会少 此时的二狗娘还想说些什么 但羊老三忽然说道 行 这个条件我们羊家答应了 姓家母 你还有什么要求 一次性说完 暂时就这么些吧 记住 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凑够30万 再来我们蒋家提亲 说吧 蒋丽丽二人这才终于离开了 负责这件事的叔叔对此也感到无语 行了 该无了 你们家欠别人的钱不还 并且寻衅滋事 按照法律规定 需要对你们进行传唤 见自家父亲要被带走 羊二狗突然大吼道 慢着 凭什么抓人 你们有借条吗 羊二狗虽然好吃懒做 但是人并不傻 他记得很清楚 当时借钱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借条 叔叔同志 我觉得我父亲没有犯罪 你们不应该抓他 反而是要抓姓李的才对 对啊 叔叔同志 我们根本没有借姓李的钱 他们家怕是穷风了 想要讹我们 叔叔微微一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一次性说完 姓李的口口声声说 我们借他们家的钱 可是证据呢 有借条吗 见二狗的脑子回光馆照 羊老三脸上堆满了激动 大吼道 对啊 姓李的一直说 我借他的钱了 可是借条在哪里 此时老爸老妈也是愣住了 都是亲戚邻居的 哪想过要利借条 李先生 你说羊老三向你们家借钱 可曾立下自据 当时想着都是街坊四邻 又瞻亲戴故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总不至于赖账吧 哪想过写借条啊 而杨老三立马叫肖道 姓李的口说无凭 我杨老三从来没有向你借过钱 叔叔同志 我冤枉啊 你们应该抓姓李的才对 他们一家凭空污蔑我们 并且且来寻衅姿势 还让村里人误会我们一家 这让我们一家人 以后怎么出门见人 此时的场景 已经真真切切地惹怒了我 真是低估了 你杨老三一家的无耻程度 我刚想上去揍他 只见老爸忽然一个亮相昏倒在地 事已至此 叔叔也不好插手了 只是口头教育杨老三一顿便离开了 而我则叫了120 赶紧给老爸做手术 第二天 此时老爸的身体刚刚好转 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敲门声 只见杨老三一脸坏笑 你来这干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嘿 阿星这不听说大哥病倒了 做兄弟的过来看看 呵呵 你还听说 我爸晕倒这件事不是你气的吗 在这跟我玩失忆呢 还没说完 杨老三一下就窜进了病房 李哥 你瞧阿星这孩子 虽说在城里赚到了钱 但是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啊 我说杨老三你还想干什么 没什么事就赶紧走 大夫说我爸需要静养 赶紧走赶紧走 见我下了逐客令 杨老三立马说道 有事 当然是有事啊 三姑父我这次过来 主要是想跟阿星 你借五万块钱 我逃 这还是个人嘛 现在居然还敢舔着脸过来借钱 杨老三 你之前借的 可是我老爸的救命钱 这你都想要赖掉 现在又过来借钱 阿星 三姑父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向你开口借钱 你放心 等过两天 三姑父手头的资金周转开 一定会还你的 怎么 这次还不打借条 然后被你赖掉 今天就告诉你 任你说破大天 我一分钱也不会借给你这老赖 丁 触发系统任务 愿天下再无老赖 先为宿主提供以下选择 选项一 就此作罢 原谅杨老三 并且借钱给对方 系统奖励 忍者神规荣誉称号 选项二 在系统的帮助下 让杨老三一家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特么还用选吗 肯定是选二 选择确定 提供任务道具 欠条 本欠条具备法律效果 你自动数上杨老三一家人的姓名 以及手印 借款金额空白 嘿嘿嘿 外挂这不就来了吗 熊孩子拿胶水 往女童嘴里灌使其窒息 最后用水泼电闸 然后用手摸当场就变成胶态 我家楼上住着个熊孩子 他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欺负小朋友 只因他能从中找到快感 有一次熊孩子放学回家 他在放学的路上 碰见了隔壁家的小女孩 顿时他就心血来潮地凑了上去 小妹妹 咱俩住在一个小区 等长大了 你做我的小三好不好 小女孩被熊孩子吓了一跳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你撒泡尿 看你那熊样子 还学别人找小三 我看你是个纯纯的大聪明 熊孩子瞬间就气着了 本大爷本来今天心情挺好的 不想欺负人 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 熊孩子自溜一下 就抓住了小女孩的后脖颈 然后又打了小女孩的屁股几下 女孩连忙正脱开来 赶紧就跑回家了 等到家长下班回家时 只见小女孩坐在沙发上默默哭泣 于是赶忙上前询问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好闺女 怎么在这坐着哭开来 小女孩连忙跟她爸 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听到是隔壁熊孩子干的好事 女孩家长一下子就怒了 走 咱们找她家 说里去 可没想到等 找上门后熊妈一脸都无所谓 哎哎哎 我当多大点事 不就是让你家孩子 给当个小三吗 再说了我家大儿 看上你家孩子是你们家的福气 你就找地偷着乐吧 说完便趴地关上了门 女孩家长也是被气得不打一处来 奶奶的 别让我碰见你家熊孩子 第二天 熊孩子照常放学回家 此时他又碰见了隔壁的小女孩 于是上前说道 嘿站住 你昨天是不是告家长了 今天我就让你再长长记性 熊孩子刚要出手 小女孩的家长一下子就窜了出来 直接抓着熊孩子的机灵说道 可算让我带到你了 既然你爹妈不好好管教你 那我就替他们好好教育教育你 说着就删了 他俩大逼斗 熊孩子吃痛 但还是一脸蛮横 我就不信 你天天见你孩子放学 一听着 大哥瞬间怒气直爆表 对着熊孩子一顿连打代踢 过了一会 熊孩子带着一脸伤势的回到了家 熊妈健壮 赶紧上前询问 乖儿子 你这是被谁欺负了 你别管 告诉你也没用 过了几分钟 熊孩子心里越想越气 长这么大还没有谁 敢这么揍我 突然他的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第二天 熊孩子跑到小女孩家的楼道里 藏了起来 没过一会 小女孩放学回家了 熊孩子一下子就窜了出来 让你叫你爸揍我 说着就上去给了他一巴掌 小女孩疼的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这时熊孩子更来气了 不许哭 再哭我就把你的嘴给你封上 见小女孩没反应 熊孩子顺势掏出一瓶胶水 对着小女孩的嘴就灌了下去 我叫你哭 我被你爸打都没哭 你凭什么哭 此时小女孩的喉咙 好像被什么卡住一样 瞬间感觉呼吸不上来 然后拼命的挣扎了起来 没过一会小女孩躺在地上 没了动静 见状 熊孩子后背一凉 坏了 好像出大事了 于是赶紧灰溜溜的走掉了 等到女孩的家长下班回家 发现女孩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嘴角上还有已经凝固了的胶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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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